小老弟,各位請來小老弟,老鐵門又來了 今天這一題是回答小老弟對於這個原廠透明殼的疑問 那有小老弟在問說這個原廠透明殼啊 它的這個按鈕比較不好按,要怎麼做 那等一下我們教各位再重複一次怎麼處理 因為有的是新的朋友,他不知道我之前講的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拆裝的部分 我們上一集開箱有講過 那拆裝我們再拆一次好了 另外就是說怎麼樣去清潔這個保護殼 還有最後就是說它太滑了要怎麼去增加它的一個手感 那在這一集就是會跟各位去講 那在講這個之前我先講一下說這個原廠透明殼 它的一個優點 原廠透明殼它的這個材質啊 它全部都是這個硬的這種PC 就是硬殼啦 所以這種硬殼呢它其實是比較不容易去變黃 另外就是說它只有在這個按鍵的部分是軟的TPU 所以變黃的話會在這個軟的按鍵的地方去變黃 不過也不會那麼快變黃啊 所以如果你是怕黃的這種殼是一定比較耐啊 所以我拿一個這個14的保護殼給各位看 基本上都是沒有變黃啊 稍微有一點黃的地方是在這個按鈕的地方啊 可能會稍微一點點 可是其實以原廠的這個品質 我是覺得就是它其實是耐用性很高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啦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覺得它另一個優點是 它整體很漂亮以外啊 沒有雜七雜八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你可以看到這個最原始這個框的顏色 這個是非常簡約又漂亮的設計啊 鏡頭框也是 也沒有雜七雜八的顏色就是透明的 這種是我最喜歡的 其他都是工藝的水準啊 這個塗層啊也是非常好 所以非常的滑潤 還有它的這個底面 它底面雖然沒有包 但是我覺得它在做這個由下而上這種操作 操作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個底部的這個操作啊 我覺得這個很舒服啊 就不會去因為下方有一塊去卡到 所以在這個底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舒服的地方 另外它的這個轉折啦 什麼都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原廠的這個殼 就是可以收藏啦 因為它真的很滑潤 塗層又非常好 只是說在15的部分 為什麼之前我比較不推的原因是 畢竟它的防護性比較少嘛 這邊少一塊 然後有人是說按鈕偏緊嘛 所以它就問了這種問題嘛 然後比較滑啊 我覺得15盡量不要去摔倒 還有15的霧面的這種鈦的這個材質 你拆裝如果不太會拆裝齁 它的那個刮傷很明顯的話 是會比較醜 所以如果你對這一類殼 你不是很熟練的 我是建議這一款殼是不要入手啦 但是它是收藏 比如說我平時進鈦的時候 會去吃飯啊或幹嘛 拿一下 用一下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入說解決小老弟的問題 第一個這個按鈕要怎麼去處理 就是你用這個刀子 我說去畫兩刀 你去拿一隻刀子 那這個刀子呢 像我之前有測試給你們看說 像這個是14的 比如說14的這個我有處理過 所以你的刀子就是在這個按鈕旁邊 你就是要刮進去喔 就是在它按鈕旁邊刮兩刀 下方跟上方 各挖一刀 等於是說你在這個按鈕的部分呢 讓它上下都有兩個空隙 另外下面這個按鈕也是 你們就按照這種方式 去把這個按鈕的部分都是刮兩刀 然後它這個按鈕在按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好按 所以這個是處理的方式啦 那我是覺得像我建議說 假設你不想要破壞它的這個整體性 即使你刮兩刀看不出來喔 你這邊看 你遠看是看不出來說 我有刮 所以你裝上去以後不會很醜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會不會變醜 不會因為你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破壞 就是你覺得這樣刮是破壞這個產品 我教你說你在按的時候 在按這個按鈕的時候 你不要用這個指腹去按 你這樣子按的話 你會覺得它比較硬 所以你應該是要用指尖 所以像我在按 我就會用指尖去按這個按鈕的正中間 我建議你按這個正中間 所以你看我這樣在按 它其實就是會非常好按 而且你會覺得它很清脆 然後這個靜音鍵的地方 它雖然面積比較小 可是你在按 即使你按到正中間 它都會非常的靈敏 其實我覺得這個按鈕 也不會說難按到哪裡 這個電源鍵也是 所以這個是按鈕的解決方法 你可以用刀子去割 連這個小顆的都可以割 去割 割兩刀 然後不然就是說你在按的時候 盡量是用這個 手指的這個指尖去按 這個是按鈕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 拆妝的部分 拆妝的部分 我們上個影片已經有講了 我就快速的講解了 你就是拿一塊布 然後記得這個兩邊打開 然後用大拇指 油膳往上推 它就拆起來了 那裝的話是很簡單的 就是裝下去 那如果你不會拆的 你覺得 你覺得你沒有指甲 推不上去 你就可以接一個這個充電線 先把充電線接上 把充電線接上 這個拉開 往上推 然後就打開 所以拆妝部分 其實沒有困難 你用這種方式 其實你看我這個 手機殼這個是14的 它都沒有任何的損壞 沒有任何的裂痕 然後整個殼 其實14的殼 都是非常的完整 很漂亮 也沒有任何的一些損傷 它的塗層很好 所以都是非常好 這個我再拆一拆 它就會很乾淨 所以就是這樣 就不會破掉 所以這拆妝的部分是這樣 再來就是清潔 清潔的部分 即使這個原廠的保護殼 它很容易卡灰塵 會不好看 所以我建議你清潔的時候 拿兩塊布 第一塊布是先把這個 手機把它擦乾淨 手機擦乾淨 然後就放在旁邊 那另外這個原廠的殼 也把它擦乾淨 內外都要擦乾淨 盡量是裡面先處理 裡面盡量擦乾淨 然後擦乾淨完了以後 其實它會有很多的小屑屑 卡在它的這個唇 跟它的一些縫隙 所以我建議你還要拿一支這個小刷子 像我都會有一支小刷子 然後把這個縫隙跟邊 把它刷乾淨 灰塵啊 那如果你覺得在還是有一些油污或幹嘛 你可以用水洗 像我會用肥皂或什麼把裡面都洗乾淨 然後擦乾 然後把這個小屑屑 像我開始都把它清得比較乾淨 把小屑屑弄掉 好 差不多了以後呢 你就是把手機先用一攪進去以後 手放開 然後裝進去 所以有這麼做了以後呢 現在這個手機呢 看起來就是會非常的乾淨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有灰塵啊 很乾淨 非常好 都非常好 非常乾淨 背板也是非常的乾淨 這樣子你乾淨就會心情好 那像它的這個小縫隙 我說它的這個唇 它可能會卡一些小灰塵 這種唇的地方 這個久了一定也會啦 那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小刷子 再這樣子把這個邊的這個縫隙 它這個邊的縫隙可能會卡小灰塵 所以你再把它刷一下 邊的話再刷一下 它就會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這種刷子你可以上網去找 這個有點像是這個女生的那種 不知道是補粉的還是什麼刷子 就去找 或者其他的小刷子都可以啦 只要可以刷就可以 所以我現在整個手機殼 就會變得非常的漂亮乾淨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 心情 就也會變好 這邊還有一點小屑屑 這種都可以清除 看一下 就把這個小屑屑把它清掉 多少會有一點點啦 可是你補通光的時候 你是看不出來的 你補通光是看不出來 它那種白白的小屑屑 但是你至少是說 在大範圍的這種邊框的地方 你要把它清乾淨 所以這個就是清潔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這個手機殼太滑怎麼辦 我一般的做法是這個手機殼 如果你要放在口袋的話 褲子的口袋 我建議你那個口袋要有拉鍊 把它拉起來 不要讓它滑出來 第二個是我會喜歡去裝這種卡包 這種像Pelikon的這種 我說很酷炫的這種卡包 它裡面是可以裝淺的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開箱過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去看Pelikon的卡包 比如說它可以裝淺 裝淋淺、裝卡片 那這個卡包的用處就是說 你在裝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它清潔一下 這個背板要清潔一下 因為它有很多這個灰塵 所以你要先把灰塵 先把它清乾淨 比較不會造成背面的刮傷 那背部的部分 也把它擦一下 確認都沒有灰塵了 你再把它吸上 那它這個凸起來的地方 我覺得它可以增加你的手感 所以我現在在握這個手機 我甚至可以抓握在下方 就會非常好抓握 然後很好去操作 增加一個手感 如果太滑的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記得這個背面 這個背面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不然你們說這個很容易刮傷 所以你要延長背板的使用 你吸上去之前都要擦乾淨 這兩個的手感 Pelikon這兩個卡包的手感 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一個是Protector 一個是Shield 當然Shield是最高級 它還有這個防止這個晶片 卡片被倒入的這個功能 所以就看你喜歡哪一種 那如果金費夠 當然是直上這個最高的等級 不然你如果沒有這樣去清潔 透明殼其實它的背面 就是很容易就會刮花 它這樣裝上去轉轉轉 它就會刮花 所以你要怕說這個 會有這種刮花的這種現象 我會建議說 你在裝之前 你這個一定要擦乾淨 然後手機的背板也要擦乾淨 然後再去裝 然後裝了以後呢 它除了多一個手感 就更好去抓握 它就不會那麼滑 因為有多一個東西可以去抓 所以今天就是我 把這個透明殼再跟 小老弟妹做一個分享 透明殼的確還是很好 只是說 你如果這些方式 你都沒辦法做的 我覺得這個殼 你不用入手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 我分享我在使用的一些方法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可以塗進去 我可以塗進去 然後再打進去